像刚才我们有提到 这个采矿 有这个合法的采矿业者 那么有很多不合法的 或者是法外的 或者是非法的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做 但是就有办法 最后出口 所以我们一比较这个税收 因为税收是以吨来计算的 那么比较税收收到的钱 和这个出口 出去的这个吨数 产生一个非常大的距离 所以我们有理由去相信 非常多的这个铝土矿 是经过从法外到法内 从可能不合法到合法 从黑朴到变白 最后再出口 非法开采 这么说起来 我们知道是非法开采铝矿的 导致我们的税收减少 但是这种开采矿 这个铝矿 是一种很公开 而且很大型的活动 总不可能说 我们偷鸡摸狗去做的 为什么会逃过执法呢 其实呢 这个铝土矿的开采 很多人都认为 它是一个技术难度 比较高的行业 其实并不尽然 只是挖吗 它真的 就是拿了一块地 你把那个土挖上去 挖上去 然后挖上去 然后挖上去 然后挖到码头 就可以了 没有加工 直接就出口 这么看起来好像零成本 非常低门槛 非常容易可以投入 人员都好像可以投入的一个行业 但是也因为这样 也造就了非常多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环境的标准 没有这个规格 当那个人不是通过这个 就是有准证的方式去开采的话 那么他不需要顾虑到这个环境的 这个额外的成本 他不需要顾虑到这个很多的这个规范 所以能够尽快出 越快出就越好 是 所以就导致了很多问题 这么说起来 这些非法的 他们从挖土上罗里 运到码头上船 然后输去中国 这整个过程 这么大大大大的 应该是有人保披了 我想反贪污委员会 已经抓了几条小鱼 几条小鱼 那我们还在观望 我们也认为 这个是不足够的 你觉得背后是谁 我觉得有大鱼 背后有大鱼 但是这个大鱼要怎么样去看 聪明的人 不会让你看得到 他有在这个 这边分一杯很大的羹 所以我敦促了 反贪污委员会要把整个这个经济链 从开采一直到出口 谁有这个开采证 谁没有的 最后怎么可以变成合法 那最后怎么样有这个AP 就是出口证可以出口 我相信反贪污委员会都必须要很仔细的 一环一环的去看 才可以找出那个根源 才可以根治它 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我并不知道是谁 我觉得牵涉利益者太多 而且有的也可能会冒用 别人的这个名义 可能一些有权有势的人 他背后到底人是谁 那么需要有证据来说话 我觉得需要去 真的去调查 要非常地仔细地去调查 是 那么同样的问题我会就问两位了 这个明辉 我们这边曾经访问过这个UBM 普特拉大学的这个土壤矿物学专家 Dr.Samsuddin 那么他当时候他告诉我们 就是说其实这个开采旅土矿 是OK的 他不反对 只是没有依照这个正常的程序 那么所谓的正常的程序有没有依照 明辉你分享一下你的所见所闻 以我所看今天我到这个武吉尔采访一个 声援他们做大臣的一个活动 声援中部大臣 也就是说当地的肯治民 因为他们需要大臣去合法化这个领土矿 也就是说让这些所谓的非法的开采车 可以合法化 但如果他主要的原因是可以保证所有这些肯治民 他们可以得到就是我把这个地租给你 给这个领矿商 然后让他们去载领土矿 在院了过后拿到以每一吨多少钱来付给 付费给这个所谓的肯治民 当中我们有问到一个叫做肯治民支持的 全国的肯治民主席 他告诉我一句 他说 这个就是上昌赐给肯治民的一份大礼 如果现在因为人民的反对声音 而让他们损失了这个可以一页制服的这个礼物 是很不公平的 他说 种植油种数30年 但是它的收入是有限的 尤其现在这个经济平均的时候 领土矿不同 四个月就可以赚起 如果是它的grade比较好的 可以赚起400万 他说这等于这个中油 四倍的那些收入收益很快 所以这个原因也知道 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冒这个选 去做非法的也好什么的好 尤其是我问了一些运输业的 基本上一个30多来岁的人 他可以投资百万 在这个运输业里面 可以反映出看得出这个领土矿所可以很快的让人制服 他在短短的半年里面就可以购买到十多辆楼里 一辆20万来计算 只是单单楼里 那个钱已经百多万了 然后我们基本上跟他计算 一辆楼里一趟一个半次 大概330块收入 如果15家一天 大概每一家跑单单 大概一辆楼里可以赚起1000块的钱 然后在这一方面里面 他一个月将近45万的收入 然后扣除所有的开销之类 他最少我们比较以普通计算就好了 不要太高了 只有十多万一个月 是主义一种很高兴的一种收入 所以就很多人挺了 为了冒险去做这个行业 去非法也好什么都好 总之就是要以最快速度赚起最快的低头 是 对我们也从过去的报导里面知道 这个整个开采的过程 包括运输等等 他并没有符合这个 SOB就是这个标准作业程序 比方说要怎么把它盛装起来 而不是全部倾倒到这个 楼里的车斗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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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